NBA的很多球星都有自己的招牌绝学,很多的球星招牌绝学,已经形成了它的标志,比如什么库里的三分球啊,詹姆斯的两分球啊,哈登的一分球啊,克柔的四分球啊。 但是也有很多的独门绝技,已经失传了或即将失传了,下面我们来盘点的那些失传的绝技,一,德克,路维茨基的金基独立,这是路维茨基招牌绝学,在路维茨基的身高下金基独立向后仰,像封盖路维茨基的这么一个球,几乎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,而且在巅峰期的路维茨基利用率很高,射程也是很远。 这招是联盟防守球员最烦的一招,因为很难防,甚至没法去防,但是现在德克还在场上,虽然时间不多,但我们还有机会,能够看到德克招牌绝学,但是他退一扣就难看到了,我们也常常看见一些球星学,但是还是没有谁能够运用的像诺天王一样无敌。 2.邓肯的45度脚打板投篮邓肯的绝学其实不算什么绝学,但是却没人把它用得如此精髓,45度脚其实的很基础很基础的投篮,小时候学篮球都喜欢这么练,但是邓肯却把这么简单的东西发挥出最大的效果。 3.邓肯是出了名的基本功大师,他的球风没什么特点,就是朴实无华的,但是其实他最最基础的往往都能发挥最好的效果,他的45度脚打板命中率高的惊人,所以他的生涯没有防守人,会把放空在中间距离的45度脚。 3.邓肯的绝学,但这也是最最普通的投篮技巧。 3.大梦奥拉猪王的梦幻脚步奥拉猪王之所以叫大梦,是因为他的招牌梦幻脚步,他可能是那个年代进攻技术最为出色的中锋了。 3.他的梦幻脚步很灵活,一个中锋当时常常在篮下晃几个人,但是不是运球,仅仅只是因为脚步。 4.很神奇吧?他的这招常常让对手摸不着头脑,你不知道他是勾手还是选择投篮? 4.他的这一招曾经还是打败过很多的人,如今也有一个人在模仿着梦幻脚步,他叫大帝文彼得。 斗彼得的梦幻脚步还是常常门在对手头上的分的,但是还是没有大梦,奥拉猪王用得如此美美。 4.贾巴尔的天钩 这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模仿得了的,贾巴尔的天钩当时就是个无敌的存在。 2.18的身高配上2.26的臂斩,在被打时几乎没有人能防下他的勾手。 在死死防住的情况,下他总是能稳稳的把球送进篮筐。